那就这么说定了 再会 小长君 这是不舍得心上人呢 什么心上人 我看他 更像是我的东家 很谈生意的 什么 什么 没什么 不舍得就不舍得 来 过来看看 您啊 买一只簪子 送给心爱的小娘子 没准她一开心 就能陪你多逛一逛了 来 说了不是心上人 拿一个 我送给我妹 得 老君 老君 您找我 你把这个 给她送去 她 嗯 新夫人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这次把她送到姑父去 快去吧 原娘子 你的新衣拿来了 您试试 看看合不合身 哦 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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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睡了 明日 明日再说吧 是 好像是袁宝的声音 袁宝 嗯 袁宝 你真是不像花 袁娘子呢 娘子带着二娘三娘喝花酒去了 他们不带我 新娘子逛花楼 真是太离谱了 郎君 郎君 怎么拿回来了 啊 新一夫人 她 她 新婚前夜 逛花楼 喝花酒去了 你说什么 姑娘子 好久没来我们花楼了 可想死我们了 这不来了吗 就是就是啊 好久没来 大家都想不起来了 对啊 今晚可要陪我们不醉不归哦 没问题 老君去哪儿 你们拿簪子 送个屁的簪子 抓紧去 你等等我 牡丹娘子 这香水 檀香分明 甚是好闻 我倒觉得 檀香味过浓 盖过了主香 略显呛鼻 你怎么来了 我的新嫁娘 在大婚前夜 跑来喝花酒 我在做得住吗 我在做得住吗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 别担心 我俩就只是契约婚姻 我是不会计较你那些云云烟烟的 不过 你下次再遇到他们的时候 可以帮我问问 他们平日里都是喜欢什么样的胭脂啊 日常就比较爱穿戴的 衣服啦 首饰啦 还有就是 是喜欢用香薰还是香脑啊 哪有让自家郎君 去外面喝花酒的 过分了